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正一讲到第一地的时候 所有的问题都成了笑话 我也不能问了 提也不能提了 居然已经到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很难 带了这两千多年的信息 就是这2600年的信息太多了 因为每个修学人都是 从不同的时代走过来的 都修行过 不管什么法门都学 都携带着那些信息 坐在了今天 走到了今天 那些信息给他的障碍 其实有时候更大 修行的那些信息 那些修行过的那些痕迹 他一直在修行 他就觉得他永远成不了道 永远觉得自己是个行者 永远不能安住在当下认可 真的就像那只穿三甲 修了好几千年的 又变这变那的 然后还是每天晚上回去 抓到哪个科这里睡觉 然后问我说 我为啥修了两三千年了 这个还是个穿三甲呢 他每天他都能变人形 变化变光 啥也变 他到晚上了 他就又站回来穿三甲 睡觉 我一直问我为啥他是个穿三甲 这个概念 他就一直认可他是个穿三甲 然后我就说你是佛 你不是穿三甲 你也不是这个光化身 他不是能变老头啊 能变很多那个 还变成一道光 没接跑 我就说你就不是这个穿三甲 你看你能变很多 每一个穿三甲也是一个像 你这个老人也是个像 你变光也是个像 这三个像是一样的 但是他可以变这两个 但是他的头脑是说 我是从穿三甲变成这两个 他不是说他从这两个老头 变成穿三甲了 他是他太执着这个壳了嘛 背了一万年 穿三甲是啥样的 就那样 然后他太执着这个穿三甲这个壳了 他就觉得 我是始终就是我变成佛 也是从穿三甲变过来的 不是佛变过穿三甲 是我穿三甲变成佛了 穿三甲变成光 穿三甲变成个老头 穿三甲变成个老奶奶 当你一说这些像一起 是一样的平等的时候 他一下就翘出来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壳扔了 再也不回去 怎么可能回去 就执着嘛 这头脑那个概念一直放不下 他一直放不下 他是个人 你一直认为你是个人 是不是 一直在乎人的角色 如果有的人把他那个壳 在他没解脱以前 没听到这句话以前 你试试你把他那个壳给毁掉 要不跟你拼命才怪气 你把我的我毁掉了 那是我 是不是 你竟然 你看你碰我的脚 你试试 你去穿在家上扣他个零 扣他个皮 你连猫也别想拔一个 那是我的 那是我房子 他都不认为那是房子 你逗他就是逗我 那就是我 那是我的壳 你不是逗我吗 那是我的皮 你不是打我吗 好 如果他解脱了 随便 你拿他那个壳 说是 你要那有用吗 你说能做药啊什么的 他说也挺好的 是啊 还能做药啊 这么做 他就像 你拿走他那个壳 就像你在街上 对他来着 就像剪了块土块 因为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他觉得你剪那些破烂干啥 但是就那一年没转之前 你知道吗 你连他跟毛也斗不了 你斗他就杀了 转了以后 他认为那就是个破烂 你要那干啥 是的 我就拿上了 他说你要那干啥 我说做药啊 就是醒来了嘛 你看我们法华卷讲很久了 我也经常还是在说 我们本来是佛 这句话真的假了 假的我觉得 我没事了就假假 知道吧 你知道这句话好多重要吗 你知道这句话 对六道众生多重要吗 你永远不能任何一道的你是 是你 这句话传下去就传下去了 佛法就在哪呢 这很重要 这法身佛的界点 你不要以为我这句话 我们听听听耳朵 听简直了 他觉得这有什么老师 不就是一句话吗 佛不告诉你 你知道吗 佛不告诉你 永远认为你是个人 你怎么能成佛呢 虽然你不懂的佛是什么 但有人懂啊 你知道吗 有些修了三万年 五万年的懂啊 这句话一进入他的耳朵 马上他就成到了 就差一点点 他破不了自我 他通常都有一个概念 他是谁谁谁 就一句话过去 他就成了 他就解脱了 一下子就崩 但我们不行 我们还要找 还一下子解脱不了 就这一句话 就这个界地不能丢 甚至是要传下去 虽然你不懂佛 但是你会觉得 我是谁谁谁的时候 你会说 哎 好想人家有句界定 叫我是佛 那我怎么是佛呢 我不是这个东西 那佛 到底佛是什么 你既有对佛的理解 你可以悟到的 你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佛是什么 你想想 肯定不是佛像 肯定不是石头 肯定不是木头 是吧 所以无形无相 无形无相 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肯定逐渐的要去探索 当你有一天 对佛越来越了解的时候 你不成佛了 就是这样 很重要的这句话 你知道这句话 是释迦牟尼佛 成法身佛的境界的时候 说的一句话 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下 皆有分别执着 不能正的 这句话呢 就是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下 众生都是佛 所以分别执着 就是把你匡定了 这句话 这就是法身佛的界定 成佛才能说出来的 你没成佛 永远不知道 但你没成佛 以前 这个世界 谁能认为自己是佛呢 谁敢这样说 宇宙的源头 每个人 原来每一个外物 那么源头是佛 是本源 源头 生命的源头 每个人都不敢自己认可 不敢认啊 觉得自己太渺小 一只鸡 敢说他是佛吗 他要有这个界定 真的 肯定会 差不多 肯定会成到有一天 他要有这个界定 不管他是猫 还是鸡 知道吧 他知道那是个假象 他就不会惧怕生死 知道 那是假的 他不是那个东西 他要回归源头 他总有一天 他会回去 他会回去 就像我自己 后期的就是 你从这个界定 不断地安住在佛的界定上 不断地往回 你会发现自己在回去 你会回到我为啥去 就说你是佛 你不应该这样 你是佛 你不是这样 你是佛先是有一个像的嘛 你对佛是有标准嘛 你应该先做个菩萨或者什么 做做做 你回去了 你再翻回来 再看这个世界 安住在这个角度 看世界是这样 安住在这个层面 看世界是这样 安住在这个层面 一直到真空的时候 你把自我全放下了 因为佛是没有自我的 你把一耳鼻舌舌 全放下 你就回到真空嘛 在真空 你再看世界 哦 是这样的 就这样 一层一层 这就是天也会也 法也佛也 一层一层看嘛 但是所有的都是安住在 你本来世的那个界定上回去的 因为你本来世 所以现在你在 你做的每件事 你太看着自我就是迷失 你这是错的 你这是错的 否则你总觉得你对的 你怎么能错呢 这个是甜的 你怎么能错呢 你咬了一口就是甜的嘛 怎么会错呢 但是佛说 你是佛 是吧 好佛 佛的界定是什么 乌一耳鼻舌声音 舌头的分别是错的 你的舌头是 你的味觉的分别 是建立在二元队里的 你是有局限性的 你就觉得 哦我不圆满 你不能说他对错 只是在这一道 你是甜的 你认为是甜的 可能一只猫认为 他就是邪的 是吧 这不是真理 所以他跟你吵架的时候说 是邪的邪的 你就不生气了 原来你那时候是个猫啊 你就不生气了 你不说声 你这是 明明是甜的 你这纯粹早词 你不会这样 不执着了 慢慢就回去了 就因为 因为你是佛 所以人道的很多界定就错了 你就必须破人道的每一个界定 一点一点一点 你说很难受 我受委屈了 我面子没了 我受罪了 我我 你就不能有这种念头了 因为我 我不断的我 我就是 我是惠语 那你就是惠语 惠语就是这个世界的 是吧 那你要是佛 你就不能做惠语了 你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小猪了 你就回去嘛 回去小猪的所有我都要破 一层一层一层 拨拨拨拨拨拨拨 没了 没一耳鼻舌 你还有所有的角色 还不是一耳鼻舌 你倒着了 你没有没有没有拨拨 就安住在里面 开始不是很不舒服吗 那不是忍辱吗 但怎么忍辱呢 你的戒弟是戒立在 你是佛的戒弟上的 因为你是佛 所以他是错 如果你要是个凡夫 他就是对的 他就是欺负你了 是吧 你是凡夫 他怎么能不欺负你 但你是佛 佛是真空的 佛怎么会受欺负呢 是有个我 他欺负了我 而不是欺负了佛 佛不受欺负的 那你就得回去啊 你为了成佛 你就得忍啊 你就得回去啊 你说 如果是佛 如果你安住在佛 谁欺负你 也不算欺负啊 所以你看 在西加姆俑修忍辱的时候 那格力娃 割他身体 他要不动啊 他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 他是在修行啊 他是要回去啊 格力娃说 我就不信你不恨我 他说我就是不恨 是吧 他甚至连他对错都不去想 因为他要破那个封点 因为你是个修行人 你要回去 不是说他对错 不是说老师 他是错的 为什么我们不会阻止他 是那一刻 你正好遇到那个错的时候 你怎么想 如果有人说 割小竹的胳膊 小竹在修忍辱 说我连蹭念也不起 我也不会分别对错 割就割了 就当无我 我四大皆空嘛 我如如不动安住在这 那小竹是在修嘛 那我要是在旁边 我已经修得差不多 我已经修完了的话 我肯定拿刀 把那个人割了 是吧 你怎么能割小竹的胳膊呢 我也拿刀去 如果来不住呢 我肯定会把他灭了 是不是 我肯定给他 因为我已经修完了 这个 我不需要这样 那么我在人道 就做人道的事 然后我们俩就扭腻缘 那就成了 我就成了护法了 你知道吗 是吧 但是你在修行里边 你在修的过程 有些时候没办法 你要回去 你要 你在修行里边的时候 所有的事 都变成了你的考验 就考试了 那对我护法来讲 我是护法嘛 我要护持你的嘛 那我就是过关了嘛 我这块已经修完了 我就 大家说 护法有不同等级的护法 那如果我过关了 我就 行人道的事 那我肯定不让他靠近 我最起码不让你 经受极端的考验 那除非说是明天 关世纪菩萨 或者释迦牟尼 我变了跟那东西来了 那我来也来不住了 人家说 瞧瞧瞧瞧 我去试验试验 那我就假装装了 这样没看见 是吧 那不知道 我去试验 得到 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